我记得刚刚梁老师说过 说我们的妹妹小刘同学 唱歌也非常不错 当然呢今天 这对姐妹花 要在这个舞台上 向所有支持过她们 帮助过她们的亲朋好友 还有她们的父母 表达一下 自己的那份敬意和敬爱 这姐妹俩特地嘱咐我 说她们亲自 为爸爸妈妈 准备了一份礼物 是她们亲自设计的金牌 姐妹俩说 为什么要送这样一份礼物 每次当我们登上 领奖台的时候 唱着国歌 收获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 而父母呢 却在电视机屏幕后 默默地激动流着泪 我觉得这些光荣帐放 应该归功于他们 这些掌声和鲜花 也应该送给他们 父母对我们的爱 要远比这个金牌 更沉甸甸 更坚韧 也更加地珍贵 爸妈 你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 No.1 谢谢这一家四口 感受到了你们的 当中的这种欣慰感动 还有骄傲 我们看着很感动 因为虽然你们是世界冠军 但这一刻呢 变成了普普通通的 想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 这么一对女儿 所以这一刻我们想说的是 当你们回到普通人 这个身份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大家 天底下所有的普通人 你们的父母都是爱你们的 都值得你们付出一生的努力 去回报他们